獨特的弧形景觀橋外觀 橫跨望海巷兩側漁港 搭配360度的無敵海景 略陽下山光水色映入眼簾 這裡是位在基隆望海巷 即將落成的跨海景觀橋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大約是120公尺的這個部分 那您可以看我們腳下這一段 跟對側的都是這個RC的結構 那中間這一段跨越大概17米的部分呢 是做一個鋼構的處理 這個跨海工程是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的一部分 也是串聯望海巷藍帶鐵馬的最後一里路 原本預計在今年1月底完工 但因為連續的降雨工程延期 目前只剩下橋面的鋪面 與景觀燈的組裝 金融市長梅游昌視察工程 宣布這項好消息 對新北市跟我們金融市的觀光的 合作跟串聯 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做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海客館旁邊的 長山里旁邊的這個道路的一個透寬 那目前正在爭取公路總局的一個經費 那另外就是在原本的潮淨公園裡面 包括這個潛水的這些設施的改善 以及包括前面潮間帶的這些設施的一個改善 包括會在長潭漁港旁邊 後來會有一個包括它的一個服務的一個中心 來這邊不只賞景 未來與新北市的水晶酒東北角的觀光 廊帶連接在一起一定會成為北台灣最具魅力的觀光廊帶 這個最漂亮的一個海邊的車站 那未來觀光的客人從瑞芳那一側 也可以搭著小火車過來這邊 在前面是海客館所管理的一個 無動力水上活動的一個中心 那未來也會進一步會有包括像自行車的這個租借站 然後客人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不管是車子停了還是人走進來 其實就可以租借腳踏車自行車 然後在這個廊帶來做一個這個騎乘的一個動作 新的跨海大橋完成 也讓望海象漁港正式轉型為觀光漁港 串連望海象藍帶鐵馬道沿途風光明媚 將逐漸打響知名度 不只有絕佳看海賞景的視角 玩法也更多元 勢必成為網美打卡拍照的新景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